一年前 1月23号这一天 中国武汉因为首度发现新冠病毒 疫情大爆发 政府下令紧急封城 几十万人出逃 留下的陷入水深火热 封城后 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沦为死城 然而一年光景 武汉街头已经恢复熙熙攘攘 但是因为华北地区出现新一轮的疫情爆发 市民回顾过去一年的抗疫之路都不敢掉以轻心 屹立在武汉市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是新冠病毒爆发的起点 这场瘟疫后来蔓延到全世界 直到今天 疫情依然没有消退 全球经济无法恢复正常 对于一年前的抗疫艰辛 武汉人不堪回首 虽然境内几个月来都维持零病例的状况 不过由于北京和河北疫情反弹 市民都保持警惕 肯定担心呢 所以说现在武汉也应该是说 尽量的大家不要外出 外面的人既然不要进来 因为北方的疫情很多都是境外输入嘛 所以说外地呆去了 大家减少流动 就减少这个疫情的扩散嘛 就地隔离 那么说对病情的控制 疫情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为了阻止病毒传播 武汉市从1月23号起 关闭交通要道 暂停离境航班 对于北方局部地区 再度启动大规模筛检 经历过封城的痛苦 再考虑到出入境 必须筛检隔离的不便 第一次司机老肖决定 农历新年还是不回家了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 星期六的确诊病例有107宗 本土感染占了90例 前一天为103宗 无症状病例则从星期五的 119例降到了99例 目前中国确诊病例总数为 88,911宗 病故者4635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